大家好, 政治揭露 第3节, 刚才那节有点点的杂音 因为旁边的小屋有一些工程 不好意思, 我也避免不了 现在我没有钱租什么studio 现在我没钱租什么studio,我没什么都没有 在家里做节目 上一节其实就在讲一些垃圾 现在这一节就在讲另一个话题 其实现在好像黄尸界他们很流行 翻案 判了 还要在乱说些东西 就说理性什么什么 去帮我的贼去翻案 其中一宗就是林子健 林子健上蕭若元翻案 当然了 又有殷申港 著名社运人渣 殷申港都很出名 前线的创办人 他跟刘慧卿搞前线 刘慧卿进了民主党去收拾前线 美国佬有一条水喉给他自立门户 不过他黏着蕭若元去找食了很多年 那他们两个老爷 在那里漂白 那我就说 蕭若元你说你不搞政治的嘛 你说不评论政治的嘛 那你随便开个名字出来 那什么理论消息 什么理论呢 光雅林子健那件事就不关理论事啦 是不是啊 你现在说 你搞出来干什么呢 就是用你去漂白他 那当然啦 也有安抚意味啦 是不是 就是你见到 你摆到明 你蕭若元这个呢 破产 做到 上市公司破产的 一位 一位 陷家产垃圾人渣啦 他 懒是博学 但其实说这么多话 就是他这支咪我不知道 可能一万几千 我这支咪是几十元 这些仆街 他在那里漂白啊 林子健 希望呢 就引动到他的勇胆 真是相信林子健真是被脱 这件事真是铜锣湾事件再生 现在其实真的没有的 这些这样的垃圾 有六万九个白痴 3月22日有六万九 现在我不知道view数 上不上到九万十万 我都不紧要的 我哪里有能力和你的蕭若元硬困呢 但是 我真的看上去 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嘛 你用你蕭若元去包装 你去安抚他 怕林子健判完案了 你美国佬就怕他再爆下去 即是一句说完很简单 你整个民主党就一个汉奸党 他替你美国佬说大话 去制造恐慌 和李永达一样 现在啦 失败了 因为你呢 知道有多些东西 就要呢 找一下蕭若元去包庇一下 安抚一下 这些人 真的好清楚 蕭若元是什么人 是汉奸 讲完的啦 即是他包庇暴力叫鸡党 那你欣申说 都是识魔啦 蕭若元是拍咸片啦 一个拍咸片和那个识魔 包庇一个 叫鸡暴力党的人 而且他的党也是识魔党 真的有呢 真的有呢 对 我起碼说些东西都是说回正常情况 我告诉你香港就没得搞港独 自什么缺呢 我告诉你共产党现在的样子 美国佬都要和他谈判 甚至要妥协 说什么差事乘下之文 你那些什么肖若元 苹果那些 协议出来是怎样 我现在看到 美国随时是怕死 幻想日本病 你知道什么叫日本病 就是说要不断印银子 不印银子经济就死 美国现在危危乎 不是大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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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多了 和黄尸说 他们不会听 另一件事 又是一些翻案 上个星期我们说暴动案 竟然这些旺角的救污团 这个是女长毛 整群仆街 在说抗争无罪 暴动无稽 喂 大哥 判了有罪的 喂 他不是在柏南街有罪 但是在花园街 和山东街 他是有习警的 如果不是就不会判有罪 整群仆街就说他正义之声 正直单纯很青年 喂 但这些是什么人呢 这个脱毛呢 长期收钱做事 钱保分 是吧 正直单纯很青年 喂 你两个都收钱啊 大哥 你的定义是正直单纯 是不是 就是收美国佬钱 就正直单纯呢 你两个都正直单纯 喂 这个啊 这个松毛啊 我说15年 已经见他在动牌做钩团的啦 就是占领开始收钱去动牌的啦 这个长期去做动牌的人 就是说美国队长是好人 就是又是在那里 在街上去骗人 希望骗到有些白痴去信 美国队长是好人 但是是一个暴动犯来的 就是你们去翻啊 喂 这样都可以去翻 有没有搞错啊 大哥 喂 你们反过来 我不见你们去关心何志平 何志平判了三年 今个星期是发生的 你们有没有为香港人 去奔跑呢 喂 何志平不是香港人吗 你说去贪污 你哪只眼见他贪污啊 他没有自辩 因为在美国盲天黑帝 那你不用辩 是不是 他不肯自辩啊 何志平 不过呢 何志平又跪下 去求情 那他求情呢 的时候呢 就百几二百封信 香港各界人物都说他 喂 他是一个好人来的 他品格高尚的 大哥 做 你们 你们泛民做过什么呢 你们全部都说了 为什么你真正是香港人 你不去救呢 喂 你说他捐钱给非洲国家 喂 他捐钱的方法落后 去过了领导人的袋 你怎么知道是贪污呢 可以是慈善的嘛 老實實 這些事美國咬死貪污 美國有什麼資格去審人呢 原來你用美金 影響公義 你老美 真的 特朗普通俄門 都告不入 老友 我見到何志平單案 老實實 我見到美國的黑禁 香港 泛民 就收錢 人權監察 羅玉啟 花生台 華人文治書院 為什麼不可以拘捕他呢 你美國就可以拘捕 何志平 你泛民什麼都沒有做 你們根本是為主子服務 何志平 我覺得真是 真是好的 起碼現在判三年 我覺得最好 最應該是不要坐牢 但是他判三年 好過沒有 因為最初說 判他幾十年監 美國佬都烈 有什麼司法獨立 沒有 沒有的 不要做夢 那個官 最後是被某些人控制的 判美國政府想判的事 判美國財團想做的事 就是這樣 美國社會是這樣 還是這樣 喂 大哥 有一間公司叫阿爾斯通 就好像說了點鐘 阿爾斯通是一間法國公司 他跟通用電器有競爭 被美國抓了一個高級管理人員 然後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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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麼誣告的公司 那些司法系统只是美国的霸权斗人的时候的工具 什么司法独立说的 公义法温 除了何志平案 另外苹果最近又搞了单 陈方安生去美国 真的很荒谬 他去见美国人 说什么香港 什么什么 竟然上平国封面 你们这些黄丝又给钱买这份垃圾报纸 你里面有莫乃江 郭荣亨去瞪着他 一个退休长者过去美国说话 这些关你什么事 美国是否建立世界政府 唱衰香港 你配合你的主子 你主子是要搞大陆的 你又去配合 其实呢 自由党的李子敬 自由党我也不喜欢 但自由党李子敬他就说 对中国人就尖酸黑磅 对美国呢 就欠微取宠 是嘔心 公民党就是这些课式 这些资讯 这些资讯科技界 长期泛民控制 那些选举方法 就很容易被美国人满人 那时候有些什么垃圾 港独分子都用 资讯科技界的选位去选特首的 现在 他们三个 走到美国去选择人 其实是很欲酸的 虽然他说 我是不妥自由党 因为田北俊 但不管怎么办 李子敬是说得对的 是骂得对的 是他们无耻 这个星期 你想起什么 陈方刚新 陈日军 议事论事 找余若薇访问陈日军 陈日军在电视上说些东西 神经病 又说大陆好不行 又说回过大陆去几年 又说所以大陆就好不行 对不起 香港不只是你 陈日军一个人回过大陆 你说逃犯条例 说了是香港的法官去浪的 只是他管 去处理那些严重的罪案 那些商业的东西都勾起了 李陈日军和余若薇 在这儿胡说 你用个脑坑 希望你这些黄丝 真是洗脑迷魂 喂 有时候我看到 你美国佬现在玩的招数 玩到没有的了 你要是找些小孩 要是找些老人 要是找些老人 要是以前玩娃娃兵 我觉得老土到不恨 王之锋那时候就是娃娃兵 对不对 他这么小时候都反 所以他是好人来的 是正义的 我真的不拜这套 我不拜不拜 有时候连狗都出了 这个刚刚我的礼拜日 李国权就输了 那他出完老人家了 出完小孩了 他出一只狗 唉 你出一只狗 市民就投票给你吗 就输了 就说咯 就是这么简单 又出大耀庭 我也不明白的 你出大耀庭 其实某个程度上 就是 就是 其实倒米的 老实实 你出大耀庭来干什么 我就不明白的 出大耀庭去支持李国权 说这个什么风云计划 哦 说要重夺社区 从来都不是你 香港社区属于香港人 不关你大耀庭市 你在香港呢 已经是 做的行为天路人员了 就是你们 这个区议会选举 慘败 虽然不是说 就是你在这么低投票率 是吧 你仍然是输 证明这个社区里面 没人支持你 虽然建制是赢200 你说的惨败 我夸大了 我也觉得是 但是你输就是输了 是不是 就是你去年一年前 就是去九龙西 去年输两次 去年输九龙西 那个是 自决派那个 逗皮佬 姚重严 接着呢 继续输 九龙西 陈凯欣赢 是吧 接着李卓人输 现在又输 证明泛民气数已经尽 就是 什么都好 我们呢 再监察下个礼拜 戴耀廷说 坐监不收愧 喂 你坐监是应该的 不知道 丑 就是我们再监察 就是 那些黄法官怎么办 现在呢 要我们去监察那些法官 其实我觉得都挺可悲 但是香港就是这样的嘛 大佬 就是这些人 是肉酸的嘛 那些行为 接着 毛万静又说 喂 他选输这个 这个位大南补选 哇 那些建制 撑 撑对家 所以输 喂 你不是找李卓人 不是找啊 找什么 罗冠聪啊 黄之锋 喂 其实 罗冠聪啊 黄之锋 真是倒霉的 找一下公民党啊 呃 喂 他们去支持 喂 其实呢 是没意思的 就是你们现在 李国权 站在黄之锋和罗冠聪隔离 加上李代去说话 就是自决派 自决派 不得民生 就是个事实了 就是你们呢 就收美国佬钱 是不会反省的 你们不反省呢 就没所谓 我呢 希望你不要反省 你继续输 这节是这么多 隔离好吵 好 就这样吧